网吧里一边人声鼎沸 另一边有人占据着位置呼呼大睡 既不上网也不消费 老板居然也不撵 这是什么生意经呢 在网吧红火的那些年里 白天坐着的基本都是精神小伙和小妹 他们要么枪战的热血沸腾 要么飞快的敲着键盘 网吧里连空座都少见 更别的睡觉了 到了傍晚 只留下些不回家找妈的人 和专门包业上网的人 这时候的上座率就不是那么高了 包业上网没什么好说的 人家按规则交了包业费 既然钱到位了 只要不太出格 在店的面前干啥一般没人管 更别说只是睡个觉这点事了 而那些从白天一直激战到晚上的网友 钱用完了正好也玩累了 键盘一推倒头就睡 这样的人多数是老顾客 有消费力整天 老板为了维护顾客也不会去碾人 他们可是稳定的财神爷 哪能往外推呢 当然也会有无处可去的人 看见网吧里有空位 就趁没人注意溜进来蹭睡 这些人只要不惹事 老板看见了也当没看见 因为时间越晚 专门来上网的人越少 这些人来了不吵不嚷 顶多是占一个座位 反正晚上人少 这座位还不让人站着 还显得生意好 能吸引更多的客源 再说 网吧肯定没有床上睡着舒服 没人能一觉到天亮 半夜醒来渴了饿了 不得一起来买点方便面 宽泉水啥的 这对老板来说 也是多出来的收入 曾经热闹非凡的网吧 如今冷冷清清 打折都没人去 是被人蹭睡给蹭垮的 还是被网咖给击垮的 20年前的网吧 天天爆满 机器挨着机器 人挨着人 有因为对方打游戏太菜 大呼小叫的 有戴着耳罩 追热门剧的 还有到屏幕上 企鹅狂闪个不停滴滴叫的 那时候家里有电脑的人不多 大部分网吧上网费 一小时不到两块钱 自然大受欢迎 那几年 就算蹭睡的人再多 网吧也不在意 因为人家有的是忠实客户 有人甚至常住网吧 白天打一天游戏 夜里睡在网吧沙发上 清早起来 从沙发底下摸出一个盆 去洗漱一下 出来后 又精神抖擞的 开始了他的宏图大夜 这位老哥就这样 在网吧住了四年 某一天忽然消失 老板还担心他出了什么事 后来才知道 人家是回老家 继承家产去了 然而 网吧没风光几年 电脑就逐渐走入普通家庭 网络也成为了 每家必不可少的配置 再加上 智能机和手游的出现 网吧生意一天不如一天 即使推出各种优惠活动 也无法挽救 惨淡的客流量 只能关门大吉 根据天眼查数据显示 光20年一年 全国就倒闭了 12888家网吧 光是提供上网服务 只能赔本 到了09年 有人动动脑瓜 把环境装修的跟咖啡厅一样 再换上高级电脑桌 人体工学椅 电脑 以鸟枪换炮 升级成苹果一体机 还随时提供 现某咖啡和精致茶点 起名叫网咖 一看就知道消费低不了 还别说 网咖的上网费 比网吧贵上三到五倍 这还不算饮料之类的花费 但凭着环境舒适服务好 还真吸引了不少商务人士 网吧没落了 网咖却开得风生水起 网吧价格亲民 却风光不在 网咖越开越贵 反而不抽生意 差距到底在哪里呢 电脑都差不多 要说升级服务 普通网吧 也就能提供些碳酸饮料 香烟 方便面 网友在网络里撒花的时候 还要承受汗臭味 脚臭味 烟味和红烧牛肉味 混合的生化武器 再加上空间狭小 座椅老旧 这样的网吧 往往安全也没有保证 可要是进入网咖就不一样了 首先整个场地就高大上 一看就是经过专门设计 绚丽的灯光 宽敞的空间 舒服的沙发座椅 清新的空气 每一处都让你身心轻松愉悦 不管是大通间 还是各种规格的包厢 随便你选 可乐可以轻易买到现某咖啡 浓香奶茶的饮料 饿了甚至能吃到现烤的披萨 吃喝都这么上档次 玩儿当然也不能拉垮 在电脑配置上 那是下足了本 外星人的配置 240的显示器都不在话下 键盘必须机械 鼠标必须人体工程设计 耳机必须超高音质 网速必须要快 服务必须到位 除此之外 什么烟雾报警器 安全通道 新风系统 电子监控啥的一样不少 真真切切让顾客体验到 做上帝的感觉 有些网咖还会举办电竞比赛 聚集更多的玩家 网咖的投资更多 收费自然也越来越贵 但就算再贵 还是有客户买账 网吧 只能看着这个小兄弟 甘叹气了 我是X47贸源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 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